这次来说的最重要是 能跳舞能改 能不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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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闷热的三福天 杨胜昭正和几名工作人员 探讨着一本水书古迹文献的翻译细节 泛黄的页面上 混杂着象形字和类似楷书繁写 节制的手抄体 给人以神秘之感 水书是水族人创制的文字 也是记载着水族古代天文 地理 历法 历史 哲学等信息的古老文化典籍 水书的发现早于甲骨文 因而也被誉为象形文字的活化史 2002年 水书被列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作为重点民族古迹文献进行收藏 一字多音 一音多语 一语多用 这个是水书的一个特点 水书它文字支持 占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细事宣布记载 在水书先生的脑海里面 这个是一代算一代 一代算一代 口口相算的这部分很多 由于文字较少 水书典籍一般以条、纲、目录式存在 由水书先生用歌诀来补充 这便是水书的活态部分 而这部分只能通过水书先生 以口传新寿的方式代代相传 在水族地区 水书先生备受人尊敬 水族人婚丧嫁娶 立屋建房 甚至春更开中的时辰 都要请水书先生 根据水书中的提示来决定 13岁师从祖父和伯父学习水书 22岁之后 就开始独立主持当地水书习俗活动 出生于贵州三都县水书世家的杨胜昭 如今除了家族第四代水书先生传人的身份 也是贵州省籍非物质文化遗产 水书习俗代表性传承人 此外 他还是一名教育工作者 自1970年 在家乡阳雍小学任教 我才16岁就开始脚命绑了 白天开山口 晚上来家跟伯父学水书 口船部分比较难 这个记忆力 比较好的人 真的学得到 还有一个 还有种无形 原学 传男不传女 传内不传外 是水书爹代传承的铁规矩 让杨胜昭忧心的是 过去十余年 由于规矩森严 水书先生难觅合适的传承人 加之年长的水书师相继离世 口口相传的水书内容也随之消失 此外 很多年轻人外出务工求学 水书传承出现了断层现象 文字你可以保留 但是在脑海里面的扣蒜部分 走了就无法隔完酒 我想看想看 如果技术像原来的这种 捞丝香 捞蒜通 再过即逝带来以后 我们随时就变成一本土法了 没有东西 我就心想就要打破这个九丝香 只要原确的我就教 2015年 杨胜钊顶着压力 打破千百年来的规矩 首次招收女徒弟 轰动一时 其实早在1998年 杨胜钊就在阳翁小学 开设了水书传习班 教学生们认读水书文字 诵读水书歌诀 我是一个国家工作人员 也是一个人民教师 如果我们带头来打破这个九丝香 那么我们这个水书就无法 创成小课 所以当时水让压力打压 我也要想办法克服 如今 让杨胜钊感到欣慰的是 从中央到地方 都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 抢救性保护 是目前三都县 乃至整个贵州民族文化界 正在做的事 水书文化境校园 水书益柱 水书生怡等工作 正如火如荼地开展 退休后 杨胜钊全身心投入 水书习俗社会实践 翻译研究和传承工作中 我主要做的是水书翻译 因为水书现在有好多本 都是已经进入了 国家记忆名录 这部分的笔点 要把它全部做事翻译出来 就是水书生意的自身材料 这些年 杨胜钊领先翻译出版了 中国珍贵古籍名录水书 六世龙备药 指导并帮助研究人员 翻译了水书古籍食欲卷 2018年 杨胜钊被贵州民族大学 聘为特聘研究员 参与水书教区研究工作 是目前中国唯一被高校 特聘的水书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